今次為大家介紹一個非常聰明的水果沙律 這個沙律可以在飯前或飯後吃 它的材料很聰明 醬汁也非常好 先介紹一下材料 首先有奇異果、士多啤梨、火龍果、蝦蜜瓜和番茜 把這幾個材料洗淨 然後把它切粒 切完粒粒後 用一個大一點的碗 把它全部倒下來 另外最主要是說一下花石榴 最重要是裡面的紙 我們把它切掉 不要那個紙 這樣會好吃很多 然後把所有材料都倒下來 然後把所有材料都倒下來 煮完 沙律後 我們預備了醬汁 醬汁只有三樣東西 做完之後就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有一個蜂蜜 蜜花蜂蜜 其實你買不到蜜花蜂蜜 你可以用其他的蜂蜜代替 有一點點甜味 蜜糖 我們有一點點醋 這個就是無花果醋 最主要的材料就是有一個熱情果用 熱情果用 可能你們會比較難買 但是你只要買一些新鮮的熱情果 把裡面的紙拿出來就可以了 新鮮熱情果的紙 你已經看到了 是這樣的 我們把它拿到之後 都可以這樣加幾個材料 我們把所有材料 每樣東西 你自己試過味 酸酸微微的 很聰明 我們把它攪拌到這樣 然後就把它全部倒下來 全部加進去 哇很酸 如果覺得太酸 你可以加多一點蜜糖 我們攪拌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預備一個碟 將它全部的材料 都放上去 看到都很美 很香很香的火龍果的味道 熱情果的味道 因為這個熱情果 它很酸的 特別酸 但是它有抗氧化很厲害 對身體用很好 我們都放好了 我們都放好了 可以隨時吃得了 現在這個 這麼健康的 生果沙律做好了 可以慢慢吃了 回家就真的試一下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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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e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